這之前就像張五十歲 有一個網路笑話 那我這年年紀也大概沒看過這笑話 但是就是 就是那個 六十歲吧 也對夫妻六十歲啊 他們過生育啊 然後就很開心 然後大天使就下來了 就說 欸這六十歲很難得 讓你們展開一個願望吧 然後這之類的派人就說 好辛苦了一輩子呢 希望以後可以那個 環遊世界 然後大天使說 沒問題沒問題 你轉一個圈就好 然後他就轉一個圈 啊 走上都是幾條 各國幾條 好糟糕 然後就跟那個先生說 那你怎麼願望 那先生就說 我希望我旁邊的一個 沒有小三十歲的 那一間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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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遠的心理 那不要亂 對呀 哇 廢話 不要亂講 我說 那一間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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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碗 那一間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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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現在現在也是大養三業啦 那看見年紀比我大了 然後你... 你一定廢話 他說有你國際關係的 然後腳坐上去 然後我今天來接我 那裡面常說你爸來接 然後我就好高興喔 我就回去跟我婆婆說 人家這個說我很年輕的 你以為那個是我爸 我就跟我說 但他就看了一口就說 看我現在把你養得多 你把你養得像個老爺 哈哈哈哈 他也不敢對他講說人家說老爺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